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條香港的樓盤片 不過是租 而且是月租公寓 不是賣樓 Kerry也不可以賣香港樓 其實這個場景在幾條樓盤片裡大家都見過 當時也有提過我們回香港 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陪媽媽休養 所以找了一個服務房間 後來發現很多朋友上來跟我見面 有些觀眾朋友說有興趣知道 有些溫哥華的朋友準備後有機會回香港 我看見現在的事沒有什麼好做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關鍵的是我們今晚最後一晚被迫簽 我們要下跌 所以趁最後一夜清空的時候 跟大家來一條分享片 又開心一下 不如先介紹單位的內櫳 認真介紹一下 上次很客氣的 其實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在哪裏 我們今次租的Service Apartment 就是在香港的九龍站 也在九龍半島上 西邊有一個叫九龍站 東沖線的上蓋 九龍站方便的原因 熟悉香港 住在香港朋友就很清楚九龍站在哪裏 很久沒有回來的溫哥華朋友 其實九龍站都相對近十多二十年 比較新開的一個站 東沖線是直接有機場快線 可以直達機場十多分鐘 你坐東沖線去香港站 都是說幾分鐘的市場 很方便 樓下也有一個element的商場 也有很多食物 有些名牌 Supermarket 什麼都有 購物都很方便 不過東西是偏貴的 這一個上蓋 有三座的高樓商業大樓 我們不是最高的座 旁邊 現在因為是晚上天黑 不太看到 之後機仔補一些B-roll 日口景大家看看 可能有點反光 現在外面下雨 旁邊這一座 其實呢 看到嗎 看不見 都看到了 你看到雨水 這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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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 一座百多層高 上面最有名的是 Riz Carton的酒店 下面是辦公樓 它在我們旁邊 我們這一座 就是ICC旁邊 其實這座樓是有三個部分 下面 我們現在這一層的單位是五十樓 就是另一個部分 再說 最下面的就是這個叫做W Hotel W酒店 然後我們五十樓開始 去到差不多六十多樓開始 這個部分就是新鴻基的 Service Apartment 它的租方式不是日租是月租 最少都要commit一個月 它的單位就有一房兩房三房的選擇 然後再上去 W Hotel 和現在我們這個Service Apartment 會共享七十六樓的頂樓泳池 這個我們現在住的Service Apartment 有個名字 叫做Harbor View 它自己也有個gym 我們五十樓 這個其實是特色樓層 它會有gym 有個lounge 等一下和大家看看 然後七十多樓再上去 其實就是添洗的第二期就是住宅 我們這邊是商業樓的部分 所以窗窗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就不能開 但是我們有觀察過 我們在七十六樓泳池網上 去天使二期的住宅就可以開窗 這個是特色樓層 Kerry覺得今次回到香港都很幸運 除了媽媽手術順利 現在所有東西都很好 都準備回溫哥華 還有一件事就是 租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研究了很久 因為知道媽媽的手術做完之後 它需要一個 至少兩至三個月的康復期 我們來到香港都去過不同的地方去找 其實香港那些酒店式公寓 都很多 尖沙咀大大小小有很多 中環也有 這邊九龍桑也有 再進去奧運也有 然後再進去我們最遠的那間 是說 因為我以前住在荃灣 所以在那邊 丁九橋也有一間 也有很多 其實 最後為甚麼選了這間 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位置方便 以及空間 因為我發現 我找到一個 總之是 服務室的空間 很有限 當然除非你住到總統 也好不太大 可能幾千元一晚 兩房一齊 有廚房的設定 很少可以找到這麼闊落的單位 很多都可能這麼窄 但因為媽媽她收拾後 她需要很多行動空間 她不可以下樓 她又要慢慢練習走路 所以我當初 因為我來Haberville看的時候 第一次不是看這個單位 是看真正的三房單位 那間廳是被這裡窄的 只有這個位置 我還沒去到很滿意 所以遲移了兩三天 等我確定想去租的時候 她跟我說已經沒有了 說租了 不過很幸運 她扮演這間 她說有另一個單位給你 那個是兩房的 看你行不可以 我看職位就很喜歡 而且其實Carrie 作為一個地產經紀 雖然在香港不可以買樓 但也很喜歡關心樓市 關心樓的座向 其實我觀察過Haberville 它是一個平面 正方形 四個角都有不同的景觀 其實最美觀的單位 這次被我們做到 所以很開心很幸運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前面 現在黑色看不到 之後Kate幫忙補回B-Roll 其實這裡已經是海景 這邊是看西邊 這邊是西來的 看到日落 這邊是看西 所以一路看過去 你會看到昂船洲大橋 政府船澳 再遠一點 我們以前住 我都會看到 看到華景山莊 所以這裡出去 下面就是西瑞 入西瑞那條通道 這邊已經有碼頭 應該下去搬房間後 再跟大家分享更清晰 這邊就是藍 就是看ICC和對面香港島的景觀 剛好它是一個 corner unit 所以很多窗 採光很足很闊 然後這一座樓 這個景觀 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邊是ICC 所以這裡再進去 那一陣子 那些景觀已經差一點 這個被ICC當了景 然後我們這邊 其實看過去 很多那些 好像貨輪碼頭 越來越多 過去就是樓 所以我們另一個 corner 的景觀又差一點 所以這次覺得很幸運 而且很特別 就是它這個 corner 其實它的正常 corner 上去 全都是一隻 叫Deluxe One Bedroom的選擇 就是一個一房間 加書房 一個廁所 一個廚房 我們這個 因為是50樓的特色樓層 它要做些 gym 要做Lounge 所以整個Habberview 只有一個這樣的單位 是拿到最美的 corner Deluxe One Bedroom的 corner 但是它可以多一間房 還有一個洗手間 就剛好可以給我 和爸爸媽媽一起住 說了很多很多 不如看看單位 我們從門口開始看電影 好嗎 門口一進來 左邊已經是廚房位 這個不算開放式 但它不是對正廳 但它沒有門 一個長條型的廚房 有一個全身鏡 這個廚房的廚房 雖然是麻雀細小 誤狀區 除了微波龍之外 什麼都有 這個是一個雪櫃 打開了的話 好像溫哥華的condo 都是這樣 一個24寸的雪櫃 下面是冰櫃 然後 這裡開始是一些儲物空間 比如說這些櫃桶 它都做好整理 還有我們說明是服務式公寓 所以其實它有所有主食的廚具 這些就是它原裝會給你的 你可以在這裡切生果 然後有筷子 匙巾 兩格櫃桶 包括這些篩 全部都有 下面這個是洗碗碟機 所以大家 溫哥華回來的朋友 不用擔心 都要自己洗碗 它全部都可以換 而且這個很方便 它是可以抽櫃式打開 我們溫哥華很多時候看到 都是一個好像這些 推開整個門裡的烏底身 其實這個其實挺好用的 它雖然表面上沒有我們溫哥華這麼大 但也裝了很多東西 而且也洗得挺乾淨 好 接著這邊有洗手盆 上面就是有些碗碟的 這個是我們後期找下面的 即是原來包的 因為這個本身的角很尖 碰到老爸的頭 就包了 上面有些碗碟碟 再上面也有些存物空間 不過很高的 其實它原裝 它的單位會給我們咖啡機 和焗麵包機 不過我們沒有用 就扔了上去 砧板那些全部都有 也會提供了洗潔精 這個打開就是自動的垃圾桶 其實還有一個洗碗機的粉 我可以拿上去 接著來到這邊 就是一個電磁爐 這是一個漂亮的東西 我們很多的洗碗樓盤 這邊都沒有用到引導 它是MIRROR的引導鍋 不是普通的電爐 所以它熱得很快 它有四個爐頭 下面也是MIRROR焗爐 也是用高級電器 下面還有一些櫃桶 是焗爐用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洗衣機 乾衣機二合一 就是西門紙的 我們用得很多 因為真的很有用 始終我們四個人住在這裡 就算不是每天煮飯 簡直也要煮東西吃 洗衣服也很方便 不過我發現今次 耐用機仔發現 香港的乾衣機好像太厲害 我們很多衣服乾爛了 現在都不太敢 可能只是乾一些襪子 那些漂亮一點的衣服 不敢乾 好像馬力 是否比溫哥華更厲害 我們溫哥華平時乾開的東西 拿到這裡都不可以乾 為甚麼 說一下我願意聽 它沒有排風 是不是 不知道呢 它只是熱 很熱 是啊乾完很熱 很高溫令到它乾 是啊 所以 乾到爛了 又未去到爛了 有啊 沒有兩件衣服 不然 總之那些衣服上面 如果有些膠 有時衣服上面有些膠 logo 或者你之前買的那條 Lululemon的褲 有些膠邊就會爛了 所以小心使用 這些都是儲物空間來的 基本上都是 這個上面 它都有抽油煙機 可以用 不說有甚麼服務嗎 它不會像酒店一樣 每天都會側房 它是逢135 會提供了一次打掃 雖然打掃的次數沒有酒店 可以每天打掃這樣排密 但它的打掃是非常徹底的 我見它基本上抹光所有東西 會吸完層再拖地 而且它是很堅的 用酒精拖地 所以你會聞到一種消毒的味道 覺得很乾淨 除此之外 門口有個櫃 小心你後面有樓 可以洗碗 如果你有些時候 你自己不想洗碗 你知道它 譬如今天來清潔 你的東西堆在Sink 它會幫你洗碗 或者你放在洗碗機裡洗 這是它的Service 這邊門口進來 也有一個小櫃桶 可以放東西 我們進入單位 它是兩房兩次 其中一套就在這裡 是家庭和家庭 好處就是這兩房間很近 這都是當初的 Carrie看到這個職位很喜歡的原因 因為媽媽剛剛做完手術 她要暫且和爸爸分開兩張床睡 所以剛剛好這裡有兩張床 每張床都夠大 另外廁所很近 你走出來不需要走很長的路 適合康復 我們先看看房間 有衣櫃 有兩張床 分開兩邊 中間有床後櫃 而且這邊還有一張桌 當時媽媽放了很多東西 化妝 衣櫃就是兩門衣櫃 這房間的景觀 是看南邊的ICC 以及維港海景 這房間用這個洗手間 它主要是Shower 洗手間是小一點 主人房的大一點 它是Walk-in Shower 而且這個Shower 空間也挺大 前面有個Mitch可以給你放東西 Shower 座廁 這些都是Medicine Cabinet 可以打開來用 裡面也可以插鈕 下面也有櫃桶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看看客飯廳空間 我覺得選了整個建築 其實櫃桶和景觀 是最好的 基本上最闊 門口進來這裡有一條東西 變成有鏡 又是 用鏡像效果 令到單位感覺很大 而且很實用 那時候我們住的時候 擺滿了東西 我當時在這裡化妝 因為這裡的光 是舒服過洗手間的黃燈 有些天然光化妝更漂亮 我放滿了東西 對 我當時放滿了化妝品 然後這裡門口有些鎖匙 好 我們先看看另一間房 這個就是它的主人房設計 大家看到它進來 這些門全部都很重 有這些東西 其實是隔音的材料 所以如果大家需要 安靜的睡眠環境的話 這間房是特別正一點的 如果大家看電視 這裡都會隔音 所以裡面 如果你關閉了這麼厚重的門 外面很大聲 你裡面才能聽到 主人房就是沒有分開床 就是一張大床 兩邊都有床頭櫃 衣櫃會比剛才的房間更大 很橫的 可以掛很多衣服 四架櫃桶 保險箱都在這個位置 在這裡面 其他就是櫃桶 這一邊都有電視 雖然我和機仔沒有用這個電視 現在看youtube多 這邊都有電視機 還有一些位置可以放東西 下面有個洞 也放到一兩個行李箱 這間房的景觀 跟另一間房有些不同 它就是看回西邊 海景比較大 但前面有些東西都可以 然後整間房都比較寬 一會兒和大家分享 我們還有一個書房可以加床 有段時間Carrie的座椅 Betty也說過來探媽媽 一起工作 我們在那裡加床的時候 大家看到書房的桌子 是搬過來的 雖然桌子看起來很大 但其實都可以放在這裡 所以都很方便可以做到 可以 看看洗手間 這裡可以下鍊的 沒有很多櫃的 兩邊還有衣櫃 是呀 未說這邊 進來後 剛才未說完 這邊也還有衣櫃 這一格 上面可以放東西 下面有兩格櫃桶 那邊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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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還有衣櫃 我忘記了這個衣櫃的存在 對 我來參觀後發現 現在才想起 即是儲物空間很多 非常好 床下底也有一個櫃桶 我也不知道 為甚麼 你怎會知道 我常常用過 是嗎 對呀 床下底也有一個櫃桶 即是遇到你長住 而且它也清潔得很乾淨 好 開完櫃桶 它也有一個可以自己再控制的溫度 雖然是中央 但不是整間房間中央的 房間 廳 細房 書房 都有獨立可以控制的 好 看看主人房的廁所 這個都用得很舒服 它是五層 它會提供毛巾 剛剛說了135 我需要浸浴嗎 現在 我們好像沒有浸浴 是啊 今晚不用了 上面也有浸 這個它會換135的時候 它來清房 會幫你換毛巾 這個洗手間就是四層 其實這邊是浴缸浸浴 這裡可以打開 有兩個 一個是浴缸 另外上面還有一個 就這樣下水 那一隻 洗手間也有一個玻璃門 焗著你的臭味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sink 然後這裡也有兩邊的 medicine cabinet 可以放東西 然後下面就是櫃桶 這個櫃桶就有一個電鍵可以插封筒 另外兩邊也有些櫃桶可以打開放東西 我也覺得它做得很細緻 它做了一些 類似是 那些叫什麼 Icredit膠 還是玻璃 玻璃來的 變了有時候你放東西會光亮一點 因為如果這邊 全部都是木 其實你看東西沒那麼清楚 我其實挺喜歡它這兩個設計 好了 洗手間就是這樣 我們最後看完書房 這裡有缺點 對了 我們不可以只賺 現在Carrie的頻道會變得更加鐘 缺點就是 我們找人整間房子 發覺什麼都好 就是差很多電鍵 譬如說 舉例 床頭這邊就有個電鍵 我就可以在這邊充電 那機仔睡這邊 就是找不到電鍵 已經炒過了 我覺得這個單位 它大得來 它電鍵的數目是有代改善 是不是這個缺點 還有沒有其他 好像剛才洗手間 主人的廁所就有個插電 但你插了風筒 我們要插牙線 要換鍵 除非你放拖板在裡面 媽媽的洗手間 第二間房間是沒有電鍵 你直接在那裡 電鍵也沒有 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有代改善 讓我和新同機反映一下 好 出來看看客廳 廢房內 只有一個電鍵 是啊 這裡是一個很適合空間 很大的餐桌 你基本上在這裡可以放很多東西 其實現在感覺更大了 因為我們住在這裡 這裡放了一堆東西 輪椅 有一張不知什麼 一堆東西 有一兩個行李箱 現在其實真的很闊落 我媽媽和媽媽訓練 在玩擲球的時候都可以擲 這個餐桌 旁邊也有個窗 這個設計我真的很喜歡 這間就是它很多窗 這邊的書房 它是一個透光的玻璃 你可以30 但你也會看到裡面一點 但又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聲音會傳得清楚 其實它的原設計是一個書房 真的很實用 它除了又是那個位置 又是那個缺點 同一個缺點 它只有兩個插鬚 你就要自己買拖板 要不然就不夠東西插 但它有很多很多儲物空間 這裡有兩格櫃桶 下面打開也有那些櫃 然後這裡兩邊 再可以掛衣服或者給大家儲物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方便 然後這間書房可以做家床服務 可以是80-200元左右 一晚家床 或者最貴家足整個月2600 就可以加張單人床 這張書桌可以拍到這邊 我們當時搬到房間裡 所以這個房間挺實用 房價錢 忘記了 大概 我其實有張單在上面 可以展示這張單 上去說吧 我們剛剛成功完成單 size 其實它開門的方法已經不同了 它是同一個單位 將一個兩房單位 變成一個大一房 可能是一個小一房 我們都是5209 首先進來就變小了 老爸 Hello 老爸 整件顏色 老爸 這麼晚 老爸在煲粥給媽媽吃 11點了 我們很快看到 設計不同了 就是門口的廚房佔了走廊的空間 但尺寸跟剛才差不多 然後這裡的洗手間 設計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挺實用的 你可以在主人房 在cheater bathroom Kerry最喜歡這職 就是門口進來 你可以有一個半次 然後有一個 sink 這樣用 也可以去旁邊洗澡 客人來的時候就方便一點 這裡就是我想要的日式shower 又可以shower 又可以浸浴 這個台面空間比較大 這次媽媽和爸爸睡主人房 剛剛還沒收拾完 主人房的空間相比樓上 我覺得是窄了 起碼你不會放到書桌 但衣櫃空間也可以 又是橫兩邊 一樣有保險箱 進入非常混亂的客廳 剛剛搬完 所以感覺明顯是否小了 其實這裡的位置是一樣的 同一個 sink corner 大家記得剛才Kerry開場 有鏡放進去的地方 變成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些打開了 基本上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這些衣服 都可以塞在裡面 所以這個單位的積 就是很多儲物空間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然後這裡是廚房 然後這間書房 跟樓上的尺寸一樣 都可以關門 它的書桌就小了 變成這樣 平時如果大家不需要加床 就是這樣 是一個沙發 但現在因為 都說單了 我跟機仔 今晚要睡書房 我就睡這個床 今天參觀了兩間房 樓下特色單位的 其實是$5009 這個房子 房費是$139,800 原久是$14,000 $15,000 就一個月了 然後 如果 我們現在下載了 我們搬去樓下 你就會看到房價是不同了 其實是$95,000 差不多 一個月就是$95,000 然後就一個月的租金 到時會在你離開的時候 就退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價錢 差了多少錢 $4萬多 其實我覺得 坦白說 我覺得 性價比 是$56那間比較便宜 始終你多了四萬 但是你是多了一個完整的房間 然後再多一個洗手間 然後空間感觸一點 因為這棵牆 我真的覺得窄了 對 然後你起碼是兩個全大小的房間 你再加一個書房 真的可以住到一家四口 甚至多個朋友 多個兒子 都可以 我們現在不是一家 我們是兩家人 我和機制家 或者媽媽 今天分享就差不多是這樣 1 2 3